好 关怀弱势宗教界是不以余力 连生活佛 卢生彦呢 长期以来资助弱势的孩子 还有低收入的家庭 18号刚好是活佛70岁大寿 信仲们集结 不但施办了慈善公益晚会 也把爱心扩散出去 连生活佛70岁大寿 信仲集结洗开230桌 不只要为他助手 也要同步把温暖散播出去 说是连生活佛的寿宴 但是所有人都定调为慈善感恩公益晚会 一个晚上就来了上万信徒 不只要募款帮助弱势族群 而且还认够餐和做爱心 盼望着每一个人生活都非常的快乐 那么身体非常的健康 另外所有的人修行 统统都有大成就 这回募的善款不仅要资助 难逃的喜悍而之家 另外水里鸣和国中的布农族合唱团 即将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比赛 但是机票费和重宿费短缺了200多万 连生活佛也要以善款之印 为孩子们圆梦 另外我们也有10万册的所有的书籍 给在整个所有的图书馆跟社区 其实连生活佛卢盛益常年默默行善 资助全台超过60所学校 2300名学童的营养午餐费 同时也与南投县府合作 连续四年送爱到弱氏家庭 已经有3000人收回 有3000户 那么对低收入的这个关照呢 也是我们经常台湾雷上市在做的 慈善晚会在温馨的气氛中落幕 连生活佛温暖自己的心 也温暖其他人的心 70岁生日既难忘又充满意义 就林佳沁南投采访报道